每时每刻解课说题 欢迎收看时刻解说 随着加密货币行业的兴起 游戏金融GameFi也成为了不少人的热门话题 它是一种新兴的概念 以通过结合游戏元素和区块链金融 来达到边玩边赚的目的 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课题就属于其中的一例 皮卡蒙 皮卡蒙是一个融合了游戏和金融的创新项目 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上 作为一款元宇宙 Metaverse的游戏 皮卡蒙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先进的实时3D虚拟宇宙 即皮卡宇宙 并通过结合非同质化代币NFT 和玩游戏赚钱PRE的概念 为玩家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游戏体验和经济机会 皮卡蒙采用了两种主要游戏模式 这包括了离线战役模式和在线多人模式 通过这两种模式的混合 皮卡蒙在GameFi世界中展现出了其革命性特征 目前皮卡蒙游戏团队将重点放在离线战役模式上 而在线多人模式将在稍后推出 离线模式允许玩家在没有互联网连接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唱完游戏 这代表了玩家能够随时随地 享受皮卡蒙所带来的乐趣 同时也能从中获取收益的机会 与此同时 在线模式则提供了更加令人兴奋的游戏体验 这里面包括了锦标赛 多人游戏 以及每日每周或每年的任务 在线模式也为玩家们提供了更多社交互动的机会 玩家可以与其他玩家组对合作完成任务 或是相互交流策略和经验 并共同探索游戏世界 在游戏中 玩家可以自行选择使用个人头像或官方头像NFT 进入到美丽的德雷瓦世界 德雷瓦是皮卡宇宙中一个充满纷争和阴谋的世界 德雷瓦由四个不同的区域或势力组成 分别是地球区域 水王国 火焰帝国 和雷霆机体 这些区域分别栖息了不同类型的皮卡蒙 即地球皮卡蒙 水皮卡蒙 火皮卡蒙和电皮卡蒙 而每个区域都由三位拥有特殊力量的神所领导 这些神也是德雷瓦大陆上极其强大与伟大的存在 目前各个势力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没有一方愿意进一步的战斗 然而每一个势力似乎都各自有自己的盘算和阴谋 因此这个看似平静的德雷瓦大陆 实际上一直笼罩在不安的氛围中 此外第十三位神明的出现 也为德雷瓦带来了新的威胁 它是一个黑暗尸体 一个执意要根据自己的想法重塑世界的邪恶存在 而在游戏中 玩家将作为旅行者穿越到德雷瓦大陆 并与皮卡蒙建立友谊 探索和拯救德雷瓦 甚至与邪恶的诸神对抗 这些被称为皮卡蒙的数字生物 是以非同质化代币NFT形式存在皮卡宇宙中 每个皮卡蒙都有各自独特的属性 背景和外观 玩家可以通过捕捉 训练和升级自己的皮卡蒙 来提升他们的实力 并与其他玩家和非玩家进行对战 皮卡蒙的游戏机制类似于经典的 《口袋妖怪》系列游戏 玩家可以在回合制的战斗中 使用皮卡蒙进行对战 通过战斗 玩家可以获得游戏内的奖励 就比如强大的皮卡蒙 NFT和皮卡代币 Pike 皮卡代币作为皮卡宇宙的原生货币 是玩家们在游戏市场中 进行买卖的唯一货币 玩家可以用皮卡代币 来购买各种游戏内所需的资产 例如健康恢复道具 捕捉设备 交通工具和强化道具等 因此无论是改善游戏决策的能力 还是获取特定物品 皮卡代币都是玩家们 在皮卡宇宙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而皮卡代币的供应量是有限的 其总量为500亿枚 其中30%用于三个阶段的预售 剩余的代币用于奖励 营销和生态系统开发等 皮卡代币的三轮预售价 每枚分别定为0.0002美元 0.0004美元和0.0006美元 其中第一轮和第二轮预售都有悬崖期 分别需要等待两个月和一个月后 才能领取代币 这样的设计旨在防止 早期购买者在代币上市时大量抛售 并保护后期购买者的利益 而现阶段皮卡萌已经迈入了第三轮 也就是最后一轮的预售 而累计至今 皮卡萌已经成功卖出了 共超过110亿枚的皮卡代币 和筹集了超过360万美元的资金 而皮卡代币的发行价 也预定在了每枚0.0007美元 同时 皮卡萌的皮卡宇宙采用了 以太坊和MotivorsX这两个区块链的混合架构 这意味着皮卡萌的游戏区域和NFT 将在这两个区块链之间进行平均分配 具体而言 地球和水的区域及其NFT 将位于MotivorsX区块链上 而火和电游戏区域及其NFT 将位于以太坊上 这样的设计充分利用了每个区块链的优势 并确保了皮卡萌 在面对大量用户时的可扩展性 此外 整合多个Web三钱包 例如Metamask Binance和Coinbase等 也确实有助于促进 这两个区块链社区成员的参与 而通过与加密货币支付平台 Transic合作 皮卡萌也为玩家提供了更优质的PRE体验 这让玩家们能够将从游戏中获得的奖励 无论是NFT还是皮卡代币都转换为现金 不仅如此 这项合作也使得皮卡萌更具包容性 即使是非加密货币玩家也能够参与其中 通过与Transic合作 皮卡萌团队为人们提供了 使用信用卡的传统支付方式 来购买皮卡代币的便利性 这使得更多的玩家能够轻松参与和投资皮卡萌项目 与此同时 皮卡萌团队也积极推动皮卡宇宙和皮卡代币经济的 活跃和可持续发展性 并采取了多项措施 首先 他们将目前共18,012个第一代铸造的NFT 全数免费赠送给幸运的皮卡代币持有者们 以激励更多社区成员购买和持有皮卡代币 而这些NFT将依据德雷瓦大陆的四个区域来区分属性 并按照普通 稀有 史诗和神灵 这四个层级由下网上来进行排名 其次 在皮卡代币的交易方面 皮卡萌实施了2.5%的交易税 其中卖出订单和转账都会收取交易税 而购买代币则不需要支付 1%用于生态系统发展基金和P2E奖励 以及0.5%用于永久销毁 通过这样的交易税机制 皮卡萌旨在通过惩罚那些出售皮卡代币的人 来奖励皮卡代币的长期持有者 而在游戏市场交易中所花费的皮卡代币 也将有5%会被永久销毁 另外 所花费的代币中的65%将用于 奖励在皮卡宇宙中完成任务的玩家 这样的机制将能够鼓励玩家积极参与游戏 以获得相应的回报 剩下的30%代币花费 将专门用于皮卡萌的营销和开发 以确保项目能够获得必要的资源和支持 并实现持续发展和规模扩大 此外 通过销毁代币的手段 皮卡代币的供应量将逐渐减少 从而实现通货紧缩并不断提高其价值 同时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对皮卡代币的需求量则会不断增加 在这双重的影响下 皮卡代币后期极大可能会不断增值 并为投资者带来指数机的回报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 许多专家坚信皮卡萌是一个有潜能的项目 甚至有可能成为增长最快的GameFi项目之一 总的来说 皮卡萌是一款备受关注的游戏金融项目 其独特的游戏玩法和双重区块链支持 使其在众多GameFi项目中脱颖而出 对于寻求高回报并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来说 参与皮卡萌的预售确实是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 而在本视频正式结束之前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 上述的内容仅基于当前可用的信息和官方资讯 然而市场行情和项目执行情况 很可能会对实际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而对于皮卡萌这个项目 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们 别忘了按赞 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消息和最新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